韩日战机紧急升空,拦截入防空识别区中共军机 东中国海地区防空识别区韩国扩大后的防空识别区 据韩日媒体报道,韩日两国上周五派战机紧急升空,拦截 进入两国防空识别区的一架中国军机 两国表示不满韩国更照见中国驻韩国大使馆武官 表达抗议报道表示,日本防卫省发布的通报显示 中国一架印酒电子侦察机7月27日,自东中国海向东北方向飞行 经过苏延交附近海域后沿,日本对马岛与韩国釜山之间的釜山海峡 进入日本海,并远路返回报道说,这架中国侦察机在韩国和日本防空识别区内 分别飞行了4个小时韩国紧急出动F-15K战斗机拦截半飞 并是仅广播今年2月和4月,曾发生中国战机飞入南韩防空识别区的类似事件 而日本也紧急升空多架F-15战机进行围堵和半飞 据日本防卫省统计过去三个月,日本拦截中国军机的次数,已达271次此外 在日本海上自卫队的反潜巡逻机,同一天也在日本海发现一艘中国军舰 随后多架PE反潜机抵近观察,确定,是中国海军054型护卫舰的2号舰温周好 中国媒体报道说054型舰作为中国海军目前的主力护卫舰,很少出现在日本海 目前中共军方没有回应此次事件 韩国称苏延交为黎鱼岛该交位于上海崇明岛以东约150海里中韩 两国对此交友争议 目前为韩国战友交上舰有直升机停机坪、微星雷达、灯塔和码头 请不吝点赞订阅